美股周二收跌 市场关注美国财政刺激谈判进展 疫苗研发以及财报状况 资金流入保守型资产 黄金期货再创历史新高 美联储从周二开始召开 为期两天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 周三将公布会议结果 最近几周 美联储决策者对经济前景的看法 趋于悲观 一些官员警告 因公共卫生危机在美国卷土重来 就业等经济数据虽然有所改善 但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不过这也提高了美联储将进一步支持经济的预期 近期美元大跌 美联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以及美国疫情的严峻形势 似乎成为美元持续暴跌的根源 投资者认为黄金的上行动能 反映了对美联储将实施新的刺激政策的预期 具体需要等待周三公布会议结果 中概股方面 近期多家中概股退市消息四起 腾讯有意以每ADS9美元的价格 收购其旗下搜狗剩余的股份 搜狐收高11% 有传言称 邪成网正在与潜在投资者 就其从纳斯达克退市来进行谈判 邪成管理层已经就私有化交易 与多位金融和战略投资者进行了接触 其中包括私募股权公司和国内科技公司 邪成盘前涨幅扩大至10% 报30.9美元 开盘后股价有所回落 本周后期市场将迎来 谷歌 苹果 亚马逊 Facebook等科技公司财报 美国GDP等重磅经济指标 值得投资者关注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